吴嘉朗,英语,Angus and Jika Long,1994年6月24日,香港男子羽毛球运动员。 他与李晋熙曾赢得2012年世青赛男双冠军,亦是香港史上第一支世青赛男双冠军组合。 曾在2009年香港杰出运动员选举当选香港杰出青少年运动员。 吴嘉朗于2015年香港羽毛球超级赛机败名江林丹,一战成名。 早年即出道编辑吴嘉朗生于小康之家,附近是牙医,妈妈则当秘书,家中还有有一个弟弟。 由于附近热爱羽毛球,自他五岁起便每星期带他到彩虹到游乐场打球, 但他在就读宝粮局成熟人小学时期却较喜欢打乒乓球,三年级时已是乒乓球校队成员,代表学校参加学界比赛。 他在一次到校外比赛时,偶尔看见同学打羽毛球打得起劲,他看得着迷,就燃起对羽毛球的热情, 毅然决定弃拼从雨2006年,他入读拔萃男书院,同年获选中到香港体育学院接受专业训练。 体院教练团认为他有天分打到世界水平,故到他中三时曾游说他转为全职运动员, 尽早投入全职专心训练,但最后在父母反对下作霸道中六毕业后, 他在父母支持下转做全职球手。 2010年,伍佳朗出战墨西哥举行的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 与李晋熙合作打进南双半决赛,但最终以1比2,21-17,15-21,11-21, 不敌马来西亚对手,只夺得铜牌,但已为香港队取得历来最佳的世青赛成绩。 2011年,伍佳朗出战江西宜春举行的第七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运动会羽毛球比赛, 先后打败黄宇祥、郭凯等中国队新秀,赢得男子单打金牌。 2012年是青赛夺冠编辑2012年月,伍佳朗参加日本举行的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 再度连同李晋熙出战南双比赛。 他们先在四强以2比0,21-10,21-11,淘汰中国的王毅律刘宇晨, 突破2010年的成绩,其后再在决赛以2比0,21-16,21-17, 击败主场出战的日本组合井上拓斗金字右术,为香港队赢得首个世青赛冠军。 2020奥运会分组赛指部编辑2021年7月,伍佳朗参加日本东京举行的2020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出战南单项目。 他以8号种子出战,首轮以2比0,21-9,21-10, 轻取墨西哥的利诺梅诺斯,四圈以0比2,20-22,13-21,赋于威地马拉的凯文哥顿,于分组赛指。